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災区与非災区艺术家创作 来自泰玛里金丰香的桃艺家麦成山 也介绍了自己的作品 从我们的这个不成熟的作品 表达我们个人对我们熟悉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曾为电影manga观光局创作logo的书法家徐永靖 虽然不是受灾户 却长期关心国内外风灾 这次他也以巴巴风灾后的树木惨况为创作灵感 写出巴巴大水和台湾字样 后者还被观光局采用为logo 这个A就是台湾人 I就是观光客 就是书法跟画的结合 会后主办单位也以原住民小朋友创作的蜡彩作品 守护圆香揭开展览序幕 巴巴风灾艺术创作特展 即日起到12月27日 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展出 台湾行报记者陈昭瑜 吴荣宇 采访报导